可能目前应该就是先买水桶 买到没有水桶回来 从水里来换怎么办 你如果没水我们就没得到水 因为期中期你说这样 看来水我说最会是从水 吉隆店家先担心 因为经济部宣布从9月3号开始 吉隆市及新北市汐止区 实施离风时段减压供水 再不下雨这些小吃店 早餐店甚至饮料店 刹了蛋 不怕到时候生意没得做 那就只好就直接买水 直接去买那种 加水车巡回供水 成了最近吉隆的城市景象 依据自来水公司的停水办法 停水分四阶段 最开始是减压供水 下一步会限制喷水池 冲洗街道大厦外墙清洗 同时游泳池洗球场三温暖 也会减量供水 直到分区轮流停水之后 最严重的是定量定时供水 第一阶段的减压供水 洗球场影响不大 不过看看新山水库 已经露出黄土 蓄水量剩百分之三十七点三 最多只能再撑六十天 何时有雨 外界最关心 各地的山区都是有五后雷震雨发生的 而在中南部地区的五后雷震雨 雨势也是会比较大的 甚至可以到达大于等级的一个五后雷震雨 周日受到微弱北风影响 水气又增多 全台稍稍降温 中南部有雨 不过雨势对基隆水库还是帮助不大 9月1号过后 我们台湾转成偏东北风的环境 的这个状况底下 它是有机会发生 淫风面的一些短暂症雨发生的 这样子的话 对当地的水情可能是多少会有一点帮助的 9月过后的东北风 加上台湾东边有个低压带 是否有望生成台风挽救水情 还得看老天爷赏不赏脸 近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